大家好,我是孙一航 提起夏天,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 炎热的天气,凉爽的空调或者是西瓜 但是夏天对于我来说呢,是早上不间断的晨跑 载热也不会松懈的训练和即将到来的夏日季 这个夏天带给我酷热以外,还给了我全新的惊喜与挑战 那么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 也跟夏天有关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看一下三毛季中的夏天是什么样子的吧 夏,三毛,春天像一篇巨制的便利文 而夏天像一首绝剧 已有许久未曾去关心缠音 耳朵忙着听车声,听综艺节目的敲打声 听朋友的附在耳朵旁滴滴压压的秘密声 应该找一条清澈洁净的河水,洗洗我的耳朵 因为我听不见馋声 于是夏天什么时候跨境砍了,我都不知道 直到那天上文学史课的时候 突然四面楚歌,明金击鼓一般 所有的馋都同时叫了起来 把我吓了一跳 我提笔的手势搁浅在空中 无法评点眼前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一卷声音 多惊讶,把我整个心思都吸了过去 就像铁纱冲向磁铁那般 但当我摒弃凝神正轻地起劲的时候 又突然,不约而同的全都住了嘴 这馋又吓了我一跳 馋声把我的心捆扎得紧紧的 突然在毫无警告的情况下松了绑 于是我的一颗心就毫无准备地散了开来 如愤逆越过天空的浪头 不小心越向沙滩 夏天什么时候跨境门砍进来,我竟不知道 是一扇有树叶的窗 圆圆扁扁的小叶子 像门年上的花两花 当然更活泼些 风一扑过来 他们就抓得一声晃荡起来 我似乎还听见嘻嘻哈哈的笑声 多像一群小顽童在比赛当秋千 风是幕后的工作者 负责把他们推向天空 而馋是拉拉队 在枝头努力地叫闹 没有裁判 我不仅想起了童年 让我把童年的声音又一一剪了回来 好了 其实刚刚在品读的时候呢 我也隐隐约听见了就是 我的伙伴们正在训练的声音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不知道有没有在炎炎夏日里 给你带来了一丝凉爽的感觉 如果觉得这个夏天不够精彩 我们在下日记等着你哦 我是孙一航 敬请期待 拜拜